毛毛虫就是邪不可以开门 等着小绿蛋给它开门 都飞了 飞到那边去了 绿大仙自己飞回来了 毛毛虫还没飞回来 这两只家伙也想出来 让他们出来吃点沙子 毛大仙也飞回来了 它跟小绿蛋对附近的环境非常的熟悉了 不用害怕它飞丢 只要不是飞得太远就行 它们玩累了会自己飞回来的 上次有网友评论 说怎么样它飞出去还会自己飞回来的 其实这不用什么技巧的 这种鸟是比较聪明的 只要是从小养大的 对家里附近的环境熟悉了 它们飞出去了都会飞回来的 它们是会厌家的 飞出去了主要是害怕它们遇到天敌 或者受惊吓了才会容易飞丢 一般受惊吓了 它们会没有目的的一个劲的乱飞的 很容易飞丢 所以在外面主要防止它们受到惊吓 这绿大仙抢不过了还动嘴了 钓了半天还是甲不稳 甲草你还得跟绿大仙取点筋才可以 这老蚊自从小鸟出渴了 它就没洗过澡 这身上有点脏 太飞了 让你们看一下小鸟长成什么样子了 这小鸟长得有点慢了 都已经25天了 还没开始长蚁毛来 看一下这两只 这两只长一点点蚁毛来了 可以拿出来手养了 将它再喂养两天 就拿出来手养 再大就不好了 放回去 这家伙 看到我拿马上就跑回来 看一下你的孙子 这老三也太凶了吧 老爸也有 你这个逆子 绿大仙想干嘛呢 想看一下你的孩子是吧 这老三过来了 蚊子一两要打起来了 远小绿弹的怕它 被它赶走了 这老三真的是为母则刚 不管是谁靠近它的孩子 它就马上过来驱赶 保护它的孩子 干嘛呢 看这两只家伙 连老三都看不下去了 这老三管的也有点多了 这老三管的也有点多了 今天都有点反常啊 都良心发现了 竟然没有对我动嘴 飞了 飞到三楼上面去了 猫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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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送好 回去了 放它们回去了 六点多了 快天黑了 谢谢大家观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